哈喽大家好,我是Shuki 我们今年二月要搬到新加坡了 因为K先生工作的关系 要常常派到别的国家去工作 结婚十年来 我们已经从名古屋屋搬到上海 再搬到东京 这次我们要去新加坡 结婚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说过 我的工作可能要常常被调到别的国家去工作 但是我一定都会带着你去 你可以接受吗 当时的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可以到处的旅行 直到现在 虽然每三四年就要搬家一次 去适应新的环境 但是可以边生活边体验不同的风土民情 也是蛮有乐趣的 只是柚子会比较辛苦一点 要适应新的学校 不过从小就可以体验各地的生活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学习 其实柚子他说 常常搬家他也习惯了 不过来新加坡 我们还是会让柚子去读这里的日本学校 但是以后柚子也要开始慢慢学习英文了 上支影片我们有跟大家说我们新年要去新加坡 没错 我们来新加坡不是要来玩的 是要来找房子的 我们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新加坡找房子 顺便熟悉一下将来要居住的生活环境 还有了解当地的民生物价 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这天是1月1号的晚上 我们从成田机场要到吉隆坡机场转机到新加坡 因为离登机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在机场里面吃早餐 这是马来西亚一间非常有名的咖啡店 之前去沙巴旅游的时候就有喝过 这里的白咖啡很好喝 因为是新年期间又是一大早 很多东西都卖光了 虽然很多东西都卖光了 但是一些经典的餐点都还有 我们点了辣酱椰浆饭 还点了一个鸡丝面 这个是我第二次吃辣死你妈 我觉得辣辣的椰浆跟饭一起吃很好吃 对,好吃 好吃 好吃 很羞吗? 很烫吗? 柚子也觉得这个面还蛮好吃的 这么好吃 谢谢 再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我们搭上飞机到新加坡了 新加坡不愧是亚洲的重要港口之一 有好多的货船哦 这是我第二次来新加坡 距离上一次来新加坡 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是从马来西亚的新山过来的 这是柚子第一次来新加坡 一到新加坡第一个印象就是好热 completely新加坡 好 超快的 我沒抓得講 他有保控力啊 對 他有保控力嗎 因為已經中午了 所以我們就到機場旁邊的購物中心去吃飯 這個購物中心跟機場連在一起很方便 有些小吃 有些小吃 我以為這家的媽媽 有些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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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逛了一下之后 又去看到这里有点几关瀑布 你看那边还有桥可以走 可爱可爱 很可怕吗 那是透明的 上面的桥是透明的 你等一下想去吗 想去吗 流汗了 还有电车 对 像不像那个兔子 那个兔子去城市工作的电影 有没有像 看完这美丽的瀑布之后 我们去美食中心吃午餐 对 这个是萝卜糕 柚子第一次吃沙爹 他觉得很好吃 好吃 好吃 甜 这是我第一次吃炒萝卜糕 我觉得味道很特别 甜甜的酱油 很好吃 甜甜 好吃 味道很甜 新加坡有好多鸡的料理 以后可以常常吃到 味道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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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配这个沙爹酱 吃起来也是很好吃 接着我们坐上计程车到饭店之后 我们就到饭店的附近走一走 接着我们三个人就开始了一炷前的探索之旅 我们先去饭店附近的市场跟小贩中心走一走 我们就在这附近走一走 想要买一些食物回饭店吃 买了这个米粉套餐 买了这个米粉套餐 这个 柚子很喜欢吃西瓜 就去水果摊买了西瓜 在新加坡招牌上面都会写上中文 对我来说很方便 挑一挑之后我们还是挑了一盒西瓜 K先生问我这个是西瓜吗 他说红肉包田是西瓜的意思吗 红肉包田是很红的肉 包田是绝对我绝对你 最后跟K先生解释了一下中文的意思 谢谢 谢谢 接着又去附近像夜市一样的地方走一走 你选一个你要喝什么你想喝什么 那是 你想要喝什么 青red no blueberry 最后挑了一背葡萄的冰沙 2块钱辛币 值合台币大概是46块左右 左右 你好我要一份甜不辣 谢谢 因为好久没有吃鸡排跟甜不辣了 所以就忍不住点了鸡排跟甜不辣 这里的价钱好像比台湾贵两倍左右 不过跟日本的价钱是差不多的 这个长条的甜不辣跟蜜汁鸡排 看起来就是蛮道地的感觉 好走喽 好走喽 之后又到了武士兰的国外分店 买了一杯黄金珍奶 那杯 哦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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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柚子最喜欢它的 我吃了 这好好吃哦 这个炒米粉我们都觉得好好吃哦 以后我们要尝尝买 来 里面还有炸五香跟炸鱼饼 柚子一直吃停不下来 它真的觉得很好吃 它真的觉得很好吃 嗯 虽然加三八酱味道不错 不过是五香卷 我还是习惯加甜辣酱或者是酱油膏 好好吃 好好吃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周车劳顿 隔天早上我们要开始找房子了 因为新加坡有两间日本学校 一间是在东边 一间是在西边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找了东边跟西边的房子 后来发现学校附近的房子 生活机能都不是很方便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稍微中心的位子 生活机能比较方便 而且日本的学校都有学校的校车 可以过来接住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在新加坡有很多的政府组屋 也是可以租给外国人 因为新加坡政府的组屋 好像每年都会计算 同一个社区里面居住的外国人的比例 如果这个同一个社区的外国人 超过了一定的比例的话 就不能租这个组屋 就必须要退租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有看了一些组屋 还有一些私人的公寓 但是仲介告诉了我们这个规定之后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私人公寓 没有外国人居住比例的限制 这一个礼拜里面 我们看了好几个社区 有新的也有旧的 听房屋仲介说 新冠疫情过后 最近有很多国外的人 要移居到新加坡 再加上三年疫情的关系 很多新加坡的人买了新房子 这三年来都还没有交屋 所以买了新房子的新加坡人 因为房子还没有交屋 所以最近也是开始在租房子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种种原因 最近新加坡的房子租金涨了很多 所以我们看了几间 觉得还不错的房子 其实都超过了我们的预算 很多两房一厅还不错的房子 几乎都是超过5000新币 都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预算 我们看了很多的社区 也去视察了当地的环境 去查查看附近有没有商场 还有小贩中心 或者是市市场 视察了一下之后 新加坡超市的东西 都比传统的市场还要贵 所以有像这样子的市市场是比较方便 去了新加坡一般超市之后 看了一颗高丽菜的价钱 竟然要9块钱的新币 我真的有点吓到 9块钱的新币 在东京我可以做我们一家三人的晚餐 不过新加坡到处都有这种小贩中心 所以可以不用常常做晚饭 而且在一般的民生社区里面 也有这种很便宜的小超市 买了一包湿纸巾 因为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吃饭 要常常用到湿纸巾 不够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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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便宜 不够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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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主妇 这个礼拜我一直在查这里的民生物价 我也上网查了一下 新加坡在网路上买些食材也会比较便宜一点 以后可能也会常常在网路上购买食材 我们这个礼拜看了好几间的房子 东跑西跑的 其实还蛮累的 现在新加坡的新房都会比较小一点 如果比较大的话 通常都是比较旧的房子 新加坡的房子都会有一个丢垃圾的洞 我觉得很方便也很新奇 好险在最后的倒数第二天 我们终于找到符合预算的房子了 这个礼拜因为我们跑了很多社区 所以我们去很多社区的小贩中心吃饭 小贩中心的价钱通常都是3块新币到5块新币之间 通常中式的料理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K先生跟柚子也都觉得味道都做得还不错 有一天的晚上 K先生的同事开车带我们去吃 在新加坡一定要吃的辣椒蟹 因为克拉克码头的店已经客满了 所以我们这天到张仪购物中心里面的分店去吃 已经连续好几天吃了很多间的小贩中心 这一天的晚上来吃一顿好的 这一天的晚上来吃一顿好的 吃不完就不完蛋了 吃不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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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点菜的时候 因为最近K先生尿酸值过高 所以同事在讨论K先生能吃什么 好美味喔 好美味喔 K先生就是尽量吃肉制品 还有饭还有菜 就少吃一点海鲜 就少吃一点海鲜 韩菜豆 吃不完蛋了 几岛 油包 吃一口 expected 吃不完蛋了 太奖了 吃不完蛋了 黑先生的同时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吃 所以辣椒蟹一上来 大家也都一直拿着手机拍照 这个辣椒蟹一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样子 这个炸馒头小小的好可爱也很好吃 很热 K先生的同事很好 菜一上来就给柚子吃最大的蟹熬 柚子觉得虽然这个蟹有点辣 但是他觉得很好吃 他这天吃得很开心 一直说好吃好吃 吃完晚餐之后 K先生的同事带我们去游车合一下 顺便带我们去吃榴莲 我们看到了 来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老街巷里面 新加坡里面有很多像这样子的老街老巷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老街老巷 在以后的影片里面也会一一的去探访 我们走到了榴莲水果摊 我问柚子你知道什么是榴莲吗 他说他知道 因为阿公跟阿嬷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吃 是一种很臭的东西 其实我也很少吃榴莲 但是榴莲的泡芙我还蛮喜欢的 最后K先生的同事挑了一颗猫山王榴莲 柚子还是挑了一盒西瓜 柚子还是挑了一盒西瓜 这个猫山王榴莲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点苦 但是越吃越好吃 最初的感觉はちょっと苦 でもなんか甘味が出て 你就种柚子就掉了一架 それ就一口吃完 duy时中 你吃的吧 对对 你吃这边吧 这里 你顾好一点 这边是中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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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在那边 你也没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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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最后柚子还是没办法接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结束了 首先我先谢谢大家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我知道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都是喜欢日本的朋友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朋友 有可能已经开始按取笑订阅了 希望你们可以手下留情 因为接下来的影片 一样是分享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 还有跟着我们的脚步 去探索新加坡的风土人情 还有去看看新加坡的老街老巷 当然新加坡 很多离马来西亚 还有其他东南亚的国家都很近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去临近的国家走一走 希望接下来的影片内容 你们也会喜欢 最后请新加坡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如果在路上看到我们的话 欢迎跟我们打招呼 好的影片的尾声 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大吉大利 我们已经回到日本了 接下来要整理行李搬家了 所以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更新 请大家多多见谅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